吃爆垃圾瓶果汁 爽報記者被答 打人的就是阿生 警察當場以普通襲擊罪 拘捕了他 市錦迪 爽報之前報道 不少高級食肆中腹 好在報道一出街 食環處馬上下charge 事件以為告一段落 誰知我們的記者 上個星期五晚上11點多 走過德記立街 剛巧撞正執樽八個妹 她有上前理論 記者正在做事 某個電話便閃人 誰知一個小時後又撞到 今次她雙手捉著記者不給走 之後她老公鄭生現身大叫 打老婆呀 有人就出拳 記者被拳當時跌倒 之後記者邊跑邊叫救命 第二拳殺到來 記者再被再跌倒 好在遇到警察 拘捕了鄭生 執樽八個妹都說牙肉受傷 警察就把記者都拘捕 因為我們揭露了這些事 令到一些人所謂在利益 尤其是商業利益 她是受損的 她是遷路了記者 甚至用武力去打記者 當然絕不能容忍 會譴責這些對記者進行的 暴力的行為 爽報總編輯就對打人行為 作出強烈譴責